今天我们在Yuan Sangs Flagship Store 我们会学习全关于Bird's Nest 跟随着我 Hello Joyce 我今天要来买燕窝 燕窝其实它有两种 一种就是乌燕 另外一种就是冬燕 乌燕就是人工养殖 冬燕的话它是很天然的在山洞里面的 斗呼燕它是沙巴的一个冬燕来的 它是天然的 如果是水晶燕和金枝燕的话 是人工养殖的 听说燕窝有不一样的颜色 有什么分别呢? 燕子它吐出来的那个唾液 再加上那个阳光的照晒过后 而形成了一个颜色 冬燕的话 因为那个燕窝是在那个岩壁上面的嘛 它吸收了岩壁上的矿物质 也会造成它的颜色的深浅度不一样 我带你过去看一下 OK 所以它颜色的浅度 会不会有影响到那个质品? 是不会的 这两种燕窝有什么分别? 为什么这个是一整片呢? 这个是一丝一丝的 其实这个呢 它叫做燕斩 然后这一种呢 它是叫做燕饼 燕饼的话 由于它的杂质比较多 所以经过挑选过后 它把燕窝放回去那个模型那边 所以就呈现出这个燕饼出来 所以这些燕窝 等一下如果我要煮的时候 我需要洗那个燕窝 还是要蒸? 这个燕窝呢 其实这三种都一样 就是温水先浸泡 45分钟到一个小时 然后再拿去炖也是一样 45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 嗯 吃燕窝会有什么利益? 我听说人家想喝了会美 你听那个喝了脸会美的是因为 它里面含有一个叫做EGF和MSF的成分 它是可以帮助舒服细胞 除了舒服细胞 它还可以润肺 所以你常吃燕窝就很联直 哦 你是不是吃很多燕窝? 真的吗? 谢谢 你怎么知道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到办公室 做一些鸡蛋 好 现在我们要烹饭 然后尝试它 去看它的差别 好 吃 然后尝试鸡蛋 好 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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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容易 所以我已经完成煮了三种类型的鸭鱼 这就是豆湖燕 水晶燕 还有晶丝燕 对于豆湖燕 它不是一整片 它是从洞 所以燕窩是比较薄 它是比较柔软 它是比较柔软的味道 它是很香的味道 我现在要试试水晶燕 哇 有一定有不同 它是比较多的 它是比较多的 interesting 基本上这两个的味道 它是比较多的 它是比较多的 我认为我最喜欢的 这个 水晶燕 所以今天我试试三种类型的鸭鱼 我认为 整个三种类型的鸭鱼 它很不同 它味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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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赞和分享 我会见到大家下次 到最初时间 到这里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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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